好,現在向各位分享一下心的層次 一個人的研究,我把心分成五種層次 那用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中間把它隔成四小格 裡面有四種心 那這四種心呢 最底層的叫心素不正 再上來叫隨心守意 再更聰明,那個叫心隨進轉 那比較有修心,那個修為的人呢 就是進隨心轉 這個是比較高生 那到最後呢 一些修佛的會講說 你修到得到的話就是沒有心 已經無心了 那個叫做住在如來 所以說我就把這個心發成這五種 心素不正 隨心守意 心隨進轉 進隨心轉 自在如來 謝謝 謝謝